他在天花板上不停的飘来一股恶臭 闻着像腐蚀的味道 不得已只能用胶带 把天花板的灯孔封了起来 但臭味反而越来越大 连厨房上面也传来了恶臭 不过最臭的还要数卧室 一开门恶臭扑鼻而来 比飞鱼罐中还要臭 丈夫对于这种气味表示还好 因为他有鼻炎闻不到 但这可苦了大妈了 经常被熏的睡不着 久而久之患上了神经衰弱 甚至只能吃药才能入睡 大妈给家里装了四台空气净化器 客厅 厨房 卧室各放一谈 全天24小时开着 睡觉还要把净化器都搬到卧室里 天一亮他就出门 家里一刻都待不下去 这臭味已经持续了三年 到底是从何而来 大妈认为是楼上传下来的 但楼上好像并没人住 奇怪的是 半夜还总能听到高跟鞋走路的声音 想想都觉得诡异 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 专家带着专业设备来家检测 先检测了客厅天花板 接着又是厨房卫生间 都没有检测到任何素质 随后来到卧室 瞬间素质爆表 越靠近化妆台 素质越大 化妆台上的一个小盒子 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大妈说这个是宝石霜 已经很久没用过了 拧开盖子 一股恶臭袭来 差点把专家送走 用仪器测了一下 这气味的素质超过了34 要知道啊 马桶下水道的气味也才20左右 仔细检查后才发现 宝石霜早就过气变质了 也就是说 家里的恶臭 就是从宝石霜里传出来的 因为一直开着卧室的窗户 臭味就被吹得满屋都死 解决了臭味问题 下面大叔又出现了 难以解释的问题 他可以死而复生 他每天都要死一次 死之前还要做一番诡异的仪式 穿着奇怪的衣服 对着太阳不停的挥手 嘴里还一直念着奇怪的咒语 接着从悬崖上 众生已悦 跳进了大海 节目组惊呆了 赶紧上前查看 看了一眼悬崖 差点尿裤子 悬崖有五层楼那么高 悬崖下的海浪非常狂野 礁石密布 稍不注意就会粉身碎骨 然而却发现他一点是没有 正在从悬崖底上往上爬 他还说19年来 每天都要做一次 问他是受到什么刺激了吗 他也不解释 只是说狂浪是一种态度 狂浪是不被约束 要爱你就来 哎真的是奇怪 路人都觉得 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去 肯定会死 但他说到这也是有诀窍的 跳下去的瞬间 手臂要张开 在接触到水面之前 要将身体向后翻转 就可以尽量避免受到伤害 而且呢 跳崖时机很重要 要等海浪打过来才可以跳 让海浪充当气垫 但即使这样 还是免不了受伤 腿上布满了伤痕 连后脑勺都有一条5厘米的伤疤 但就算遍体鳞伤 他还是坚持每天跳一次 慢慢的就跳成了网红 甚至还在悬崖旁边 开了一间网红餐厅 最后呢 他也终于说出这样做的原因 原来在200年前 一位神父为了爱情 放弃了宗教信仰 是为了纪念这伟大的爱情 真的是有够狂浪 而下面这家人 遇到了更神奇的事 他收到了一封来自16年前的信 上面显示 信件是2002年从美国寄来的 关键信还是自己写的 这怎么可能呢 自己根本没去过美国 一家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查看监控 发现信就是邮局的人送来的 母亲回家时顺手取了出来 虽然过去了16年 信件依旧保存完整 表面也干干净净 他百事不得其解 仔细想了想 哎 终于想了起来 自己确实在美国留学过几天 信也确实是自己写的 记得当时发的是国际邮件 看着工作人员贴上的邮票 一切流程都没有错 但为什么16年后才送到 所有节目组去当地邮局咨询 工作人员表示 自己工作了30年 从未见过这样的事 另一个人猜测 这封印可能漏在了某个几角角里 当时没有发现 为了证实这个猜测 节目组来到美国当地邮局 邮局表示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 但概率极小 很可能就是掉落到了某个座椅角落 或者卡在了分类机的缝隙里 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家人得知真相后 长输一口气 说去年还差点搬了新家 如果搬家了 就再也收不到这封信了 那16年前的信上写了什么呢 原来是自己写给家人的生日祝福 这祝福属实有点晚了 他看着看着就哭了 那是回不去的青春啊 好了我是月别关注我 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